台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 優良學生自我介紹發表會 1號請上台 2號請準備 1號表演主題 春輝教育宣導 806班楊博文同學 是一位品選兼優 熱於助人的好學生 這學期為了爭取優良學生的代表權 他必須踏上殘酷的擂台 打敗邪惡的黑暗勢力 究竟這件事是政區謀害 還是愛情糾葛 或是背後又有隱藏不可告人的殺死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一年一度的春輝杯 優良學生在表格鬥賽 在白色的角落 是本次最被看好的選手 焦狂眼鏡凸顯他的斯文 短髮遮掩不住他的睿智 他就是我們的1號選手楊博文 在推面黑色的角落 或者是邪惡聯盟陣線 老大愛姿哥 白髮長長 襯托出他的光膽 大姐 玩玩妹 可愛名人的外表 隱藏不為人知的秘密 霸凌兄弟 總是仗著人多失蹤欺負弱小 無望不利 本次比賽沒有裁判 選手在淚海上課評本事 當對手抖下或細拳 就能獲得晉級 請聽鐘聲看 比賽正式開始 兩人全來全往 腳來交往 一時分不出勝負 愛姿哥不凡是性身格鬥的男人 總是能取巧攻擊我們楊博文 楊博文面對危機也可以在最後一刻化解 但是愛姿哥實在太厲害了 趁著楊博文一個不留神 使出了肩膀固定地 此時愛姿哥露出猥褻的表情 似乎要使出大絕招 把愛姿平傳來給楊博文了 只見楊博文在最後一刻破寫了封鎖 並劈了一擊手刀 把愛姿哥拿到場邊 因為愛姿哥勉力不是很夠 於是頭昏眼花 每天都是鏡條 藥妝沒有半條 楊博文也沒嫌熱 立刻到角落拿出了傳說中的 全程使用保險套 簡稱保險拳套 一擊手勾拳 右勾拳 上勾拳 愛姿哥毫無招架能力 就是要被KO了 第一回合結束 第二場黑暗是一派出的是大捷大白粉妹 她最擅長的招是開趴來吸毒 如果場上出現音樂與燈光就代表危險了 另一方面 由於對小事一位女生 擁有騎士精神的陽光 反而防守崩嬌 面對白粉妹熱情 公司只有不大閃度 此時音樂燈光莫名的出現 白粉妹跳起來了 愛製著 溫柔香李常現行 火山笑死殺瓜心 楊柏文中招了 禁不可思 白粉妹順手遞出幾包 白粉妹跳到有高的楊柏文 她深海深ansa music 音樂清智的 穿出來的脆弱頭型也許可以 直接搖滾 人物人樣的真情很難 像真面對會更好 手中的紫絕花才會發出神聖 然後我們也有魔力 白粉之情 從一頁略 又一十八的白毛 是悠揚的月神在進出白粉圈的變形 白粉被丟到手上的白粉 快速女生 髖髒的裝飾 反驗成循覺獨民的氣質 由於對手西岸投名趕下回程 第二回合結束 最後一回合 黑暗勢力是否能搬回一城 楊波文還能順利挑戰下去嗎 這次上場的霸贏兄弟採取維歐戰術 這次上場的霸贏兄弟採取維歐戰術 沒想到才一上場 楊波文就慘遭霸凌了 也在鼓勵公司 楊波文去捲開地上 這不就是被霸贏著常有的現象 鴕鳥心態忍著吞上去 但是這艘對霸凌修帝沒有用犯 而變本家裡 欸 妳子娘不怕 我這麼大啦 也見容忍無法改變霸凌兄弟扭曲的想法 再這樣下去 楊波文一敗五名 只見楊波文緩緩站起 剛剛強烈的公司失去效用 所有的打擊好像都不一樣 也兩 楊波文失散了堅強不妥協 罵凌兄弟發現攻擊沒用 反而不知所措 凶狠的眼神也變得麻煩 打人的時候也變得無力 他們都對楊波文的堅強感到不好意思 更從心中產生一苦尊重 大母哥自然的翹起來 他們一口同聲說了一句大哥 楊波文大哥請收我們做小弟吧 自己人不會打自己人 所以第三回合結束 恭喜我們楊波文獲得春暉 我們兩學生代表格鬥賽的冠軍 楊波文都有授喉 亞絲 謝謝一號候選同學表演